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先来宣传一下本周的会议影片 在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一起 震惊全国的凶杀案 犯案的女人被逮捕后 却从头到尾面带微笑 甚至在执行死刑前 小站大家说 我会死 有请去了解这起害人案件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们的下水道会议频道哦 在上周的时候 有人机给了我一本恐怖怪谈书籍 名字叫做日本恐怖实话 说真的 西给我写了这么多鬼故事 看过这么多资料 基本上金普大会因为文字 而感觉到心惊胆战的情绪了 哎哟 当时这本书给了我许久未见的 那种头皮发麻的恐惧感 于是我特地询问了书商 幸运地要到了版权 今天就说个故事来给大家听吧 而今天的故事 我都会用第一人声的方式进行描述 大家好 我是希哥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日本恐怖史华故事 愿佛生 那时候我才就读大鳄 我有一个朋友 通常问我要不要一起合租宿舍 对方是个相貌普通 性格普通 我人处事也不差的一个人 当时我没多想什么 就直接答应对方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 整个签约至搬家进入的时间 比我想象中亏上许多 甚至我都还没有看过房间 朋友就已经把家当都搬过去 在客厅开始整理纸箱了 我一边调侃对方 一边环顾了一下房屋布置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于是我也不多说什么 赶紧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带过来 等到事情都忙完后 我让朋友买了一些酒 可以庆祝新居落成 开心地聊了一阵子后 我可以询问朋友 这么急着搬家 就连同居室友都没有高过房子 就直接签下合约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间他放下酒瓶 便沉默不语 我记得 你有灵异体质对吧 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我不得不搬家 同时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能请你帮我看看状况 像上月的酒一而进后 他跟我说起来 前后经过 朋友并不是本地人 在那个资讯 没有经历流通的年代 他都闷戏跑 凭着感觉 搅了一间租金便宜的公寓 每个月达了一万台币的租金 商家与其他地方 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 可只为没多久 他家的信箱 多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 一开始朋友以为是寄错了 就放着没理他 但接下来 第二天 第三天 都有同样的信封 出现在信箱里 出于好奇 他便一封封拆开来看 信件看上去像是日记 一片片的都在描述 我们为神之渊 为了信徒搬家的事情 做一些安置的仪式工作 而且就像是承接小说那样 前一天日记的结尾 可以接上隔天的日记内容 画面的每一天 他都会收到类似的小说式信简 他很快的也喜欢上这种 追剧的感觉 只是越看 他发觉越不对劲 随着剧情推进 他发现 无论是日记中描述的建筑 还是公寓的外观描述 跟自己现在每天看到 沿途景色都一模一样 而信徒所居住的地方 居然就在自己家的隔壁 而原本说的安置 不知何时 已经变成了驱魔的一世 虽然心里感到一丝不安 当朋友认为 那十之八九 是以现实架构为模板的 虚假故事 毕竟他时常会在晚上的时候 听见隔壁传来袭击 运转的声音 今天有诸人 那应该根本没发生过事情吧 至于这样的心态 他说服自己不要再想自己 并继续期待着 日记兴建的后续故事 然而有几天 因为其末报告的缘故 他在别人家待了两三天 最后一天 大家喝了个痛快 后面他就摇摇晃晃地走回家 拿了信箱里存机的心情后 他按下了电梯开关 但在关门的前一刻 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响起 当时朋友狠忙了 完全不记得对方的长相 只记得他手上提的什么东西 穿着白色系的衣服 但至于绅士礼仪 朋友还是努力暂直身体 不让自己太失态 刚好对方似乎与自己同楼层 于是朋友抬手礼让 让那名女生先走 对方一点头微笑之以后 率先一步离开电梯 然而就在他转身 跟着迈出电梯门口时 那女生的身影瞬间消失 只留下空无一人的走廊 他揉揉眼睛 又转头看了一下电梯后 虽然最快速度奔回家中 心脏像打鼓一般剧烈跳动 可事情还没结束 门铃声突然响起 他转头看向门口对讲机一幕 时间那女人此刻就站在门外 她的脑子几乎当机 无法思考 将门锁锁紧之后 从冰箱拿了一杯啤酒出来 顺便阅读日记信件 试图压下脑里的时序风暴 然而这次的内容 让他几乎握不住手中的酒瓶 因为日记中的内容 正好和他此时 此刻的遭遇完全一模一样 然而描述的视角 从先前的生殖人员 变成了那名信徒 对讲机一的一幕 闪过一道身影 那是在梦中 拿刀子不断扛我头的鬼 我们有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彻眼念着师父教的出没经文 可到了傍晚时 那鬼直接从阳台爬了进来 看到这里 朋友根本不管入睡 硬着头皮沉到了早上 为了车里搞清楚这些怪事 他联络了管理员打听消息 他认为只要证明隔壁海住的人 那这一切都只是自己喝醉出现的幻觉 你说你隔壁吗 最后两间都是空房哦 不可能 我晚上都会听到 袭击之类的电气运转声啊 对此 管理员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为了避免有人闯入空房住免钱大 管理员和朋友 便一起前去查看的两个房间 一间确实完全没人 格局上也和朋友的房间没两样 但到了另一间后 门一打开 管理员却没有进入了打算 怎么了吗 没什么 你可以进去看看 我在外面等你就好了 朋友怂了怂间 自行走入房屋内 但在踏入环关的瞬间 强烈而免齿从脑袋 顿时呢 感到一阵晕眩 没有撑多久 就自己退出来了 此时 他撇见门口的管理员 似乎也露出了不适的表情 当下他立刻决定要搬走 而房东和仲介 倒是十分干脆 没有收走他的违约金 就直接放他离开了 后来就接到了 和我一起搬家的部分 听完故事后 我倒是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对那间公寓 心直勃勃 逛姐这样停下来 就算朋友被吓到了 但实际上 也没有受到什么实际的伤害 不然 你和我一起去看看状况吧 我希望是自己想在多了 你如果能帮我确认证明一下 那当然是最好 嗯 好啊 那现在就去吧 嗯 好啊 现在 接下来我便拉着他出门了 完全不管他的哀嚎 路上我都有说有笑的打屁聊天 与我朋友此时沉闷的表现 形成了鲜明对比 直到接近的朋友口中的公寓时 我顿时被眼前的画面 下来带弱木鸡 我们到了对吧 呃 对 就是这里 往旁边绕进去 就是这门了 那 你是坐在605 还是603啊 603 诶 我跟你说过 住哪间吗 哦 没事啦 啊 好了好了 探险结束了 我们回家吧 我无视了朋友的所问句 一路上讲一堆没有阴阳乐色话 打发他 隔天一早 你可带来到附近某间知名的神社 都到了这个地步了 朋友他心中只能有答案 根本不可能是幻觉 也就啥都没说 乖乖跟着我走 直到抵达神社后 往公司 也就是神社的负责人 说明情况后 并开始进行的曲抹仪式 但相照于普通的曲抹仪式 这次朋友他还被要求 往指人心吹一口气 之后就要由公司保管 听好 接下来照我说的做 现在开始往鸟居走 一路走到山下都不准回头 在走出鸟居之前 要把这六个五元硬币 往后抛掉 我正中的交代他步走 并把六枚五元硬币 放到他手上 后面我就站在旁边 一路盯着他 做抛硬币的动作 直到硬币抛完 我心中的大石 才落下了些 但步骤还没有完全结束 直到我们走下山前 我的手都死死 打在他的肩膀上 以免发生任何意外 回到家后 我们交了个聚酒屋 吃饭休息 我满头大汉的拿起啤酒 直接一饮而尽 现在可以跟我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吧 从昨天开始 你就莫名其妙 神明兮兮的 害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你啊 真亏你能和那种东西 当邻居啊 那个东西已经不是鬼了 我也不太清楚 说是医院灵 或生理也不对 应该要叫他死灵吧 什么东西啦 你知道为什么 大概知道你住在哪个房间吗 朋友摇摇头 表示不知情 因为你往上比的时候 我看见你故事中的那个女人 正正在阳带上 看着你 你晚上时不时 听见了习一击声响 其实是从那女人手里 提了两个人头 不间断发出了念惊声啊 这则故事的后续 还有几个小巧的彩蛋结尾 习哥我就顾前买个棺子 鼓励你们去买出来看看吧 但其中一个彩蛋 我们想分享一下的 刚刚故事中所提到的经文 也找当事人的记忆 内容约末世 二师催魔愿菩萨 白福音世尊 诸菩萨等各已说秘密真言教法 这段经文的出处 来自转法轮催魔愿敌法 是日本佛教 真言宗 天台宗等宗教 所持有的最强浮魔咒语 虽然不知道 当事人口中的故事是真是假 但目前日本的这两个宗派 确实都有修行此次有法的课程纪录 今天故事有分享的视频 欢迎到大家下个关系 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 学恩的链接投资 超级感谢 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和分享 并且开设计当 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